鳥無新意,我不是說是特首,我覺得是反對派 他們一直以來做的事都是鳥無新意 為什麼呢? 你每次都是站在我們的門口 立喊列隊歡迎特首 你又想他們來,但你又喜歡組織別人 你又經常希望別人要尊重你 但你所做出的一系列的行動和行為表現 又不尊重別人,最後也不會尊重你 那個答問大會如常般叫喊 郭家麒這個人是很怪的 做完所有的事都跟自己專業的身份也不太合 做完所有的事都是很粗皮 他粗皮都是慣性的 最後叫喊,立暖去濫用程序 規則問題,打斷特首的發言 就問他什麼為之什麼 問完所有的問題,最後就被人扔了 他被人扔就很自然 然後朱凱定就被人扔了 陳志全就被人扔了 剛才那個答問大會就進入稍為正常的情況 今天陸順紅也都按不住他自己的那套戲 也都可以理解的 我覺得沒有所謂的 因為陸順紅是馬差分 對面不斌反對派 因為較早前主席已經說了 在那個指標櫃那裡叫喊 將會立刻被逐出大會的會堂 所以陸順紅叫完之後 他就一樣被扔了 這個也是一事同仁的結果是一樣的 所以主席也都做事 就是站在道理一方 會議答問大會結束之後 我們一時鐘就有五位同事上去 新民黨、潘兆平、陳凱欣 接著就我 當然有Yunice 我們五位都上去特首禮賓府吃飯聊天 這一個叫周期勝的飲茶、吃飯 都已經是很好的一個傾談 我也都是多謝特首在2017年的時候 我們都在茶醉和下午飯裡面都是傾談 也都是將那些好的東西拿出來探討 最後形成了就是在小型烏魚頂 或者是私人的那些低密度的烏魚 在天台上安裝這個太陽能 都在那裡談出來 只要你有良好的意見 特首不會不聽 所以這些吃飯的 為什麼這個建制派去 你反對派都不去 是因為你盲反 為反而反 特首是有這樣的渠道跟你溝通 以前你就說人家 他人與千里 現在人家向你揮手 你就阿斌叫狗 一路向你揮手 你一路走 今天我在這個下午吃飯的時候 都聽到很多其他同事交流的意見 那我就不方便在這裏覆述 反正是人家說的話 但是基本上都是有個意見 就是對政府剛剛推出的那十項利民紓困的措施 都來得好像很博然 之前沒有什麼打招呼 雖然有說過那些事情 不一聲就這樣推出來 那變成大家都好像有多少 覺得意外 但又不覺得驚喜 那既然有這樣的事情 政府有良好的證實推出來 應該先前都要夾一夾 大家要做的時候會好些 我自己覺得這點是對的 但是不是一定說要在選舉之前 要來這些叫派堂 或者給誰可以領著購買 如果不是我何君儀和欣賞這些 大家都不會有這個享受的成果 所以我們都在這個情況裏面 為大家做這麽多事情 麻煩你選我 做區議員 那些措施 或者是 起碼看上來是好的 那應該都要給一點點預告 然後給一些政黨可以有一點點好處 是吧 春光水暖鴨仙枝 給大家會有些 這樣的 心靈神會 原來大家一齊聽完之後 又有鼓掌聲 又有笑容聲 都覺得不錯 所以那個時間速的配合 是有待優化和改善 我們有些粉絲有些什麼說 Amy Lo說 蟑螂也接受現實 不要再在這裏發夢了 Joanne Tang說 支持我的師 Paul 也支持 Mouth a Little An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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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y Lo說 岑西 總統 尚 chop 放封 fé 但是 coconut 韓國王團團還是圓圓看不清楚 是支持 Sam Ling Sam支持俄律師 Tony Lau說你是最好的 Thank you Alice Chan支持俄律師 Thank you Josephine Lee支持你 很多人都支持 Binnie Locke支持俄君堯律師 俄君堯議員 看看Binnie不支持 不平則名努力 Dinnie Yip說很高興見到你 另外Mandy Elizabeth Chan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假仁假義 但不笑的呢 唉 說明是假仁假義的時候 怎麼會笑得出 都索索地 自相有些問題 OK Any now 就是這個戴耀廷的問題 再產生這個關注 社會裏面我們看到的文章 還有看到也有人是在跟進 明天就 有一班 市民也會走來 呈遲一些請願信 針對這個RTHK的 用了公堂 美國的侯率這麼低 而且也不是政府的喉舌 這個問題 希望我們可以做些事情 好會的了 就跟他們那個節目 和香港電台的那個 諮詢委員會 反映 有哪些事情 他們不達標 或者做得離譜 應該要介意糾正 必要事 必要事 都是要糾正 OK 在這裏跟大家說了 差不多了 暴亂反正 破格扣 隔走大耀廷 這個必須要做 大家一齊 努力在這方面 特庸 鬆牌 進口